这把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估值呢是在一个亿往上 整个湖线条非常流畅 其实很磅礴 真所谓大道质简 越简单的也是越难做 这些汤衣的汤衣的汤衣的汤衣 可以比较多15万元 所以贵的汤衣的汤衣 我认为中国汤衣的汤衣 可以比较贵的 在中国汤衣的汤衣的汤衣 我将会解释一下 为什么汤衣的汤衣的汤衣 可以比较贵的汤衣 我们去看 汤衣的汤衣的汤衣 汤衣的汤衣的汤衣 是从地下的汤衣的汤衣 叫紫砂 这种汤衣的汤衣 是说要吸收比较多 比其他其他东西 汤衣的汤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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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挺难敲的 老师你看我这个座子怎么样 长是够长 就是厚度不均匀 宽度也没达到 可以坐紫砂壶吗 它看起来好像要断了 好 看起来 这是我的工作 这不是太坏了 什么 汤衣的汤衣 汤衣的汤衣 在元代的汤衣 在荧衣的汤衣 一种猫的汤衣 还在这种汤衣 汤衣的汤衣 汤衣的汤衣 是在600年 汤衣的汤衣 还在工作上 我们这个汤衣的长度 是43.6米 扩度大到35度 上面这个也叫零眼动 是加残户跟观察户合的 先装汤 装好了之后 把汤门堵好 这是汤门 从下面如房点火 点火了之后 温度达到17-200度左右 从点火到下火 大约要超过40个小时左右 40个小时 对 但是为什么这里面 这个价位会比较高呢 它分几点 一是泥 20公 30款 40形 最后是看作者 包括作者的名气 一新的汤衣 是一种特别的 因为它们是喜欢 作品和实际的 服装 最好是用的 更多的 使用 更好看得到 这种汤衣的汤衣 也被 从新加坡 马来西亚 和泰国 这种汤衣的汤衣